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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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合了新国民党连线的成员 以力拔山河的气势创立新党 我从18岁加入国民党 成为当时政坛的第三势力 不过2000年 这样的盛况有了改变 另一股泛兰势力窜起 拉走了一部分新党的支持者 下着2000年领导人大选460多万张选票的实力 清明党的成立 让新党在接下来的选举每况愈下 一次不如一次 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创党的元老赵少康败给了陈水扁后淡出政坛 王建轩几经政坛浮沉 也把重心移到大陆住学 18年前新党创党大地一声雷 拥有30万人的感动 如今党部只剩小猫两三只 虽然说要走自己的路 但是在蓝绿壁垒分明的台湾 走自己的一条路又谈何容易 刚才这个VCR里面有谈到 新党只剩下一些人而已 而且这是非常少数的人 但是新党也曾经盛况一时 所以我们来谈一谈 新党到底是怎么成立的 是国民党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这一批是不是看不惯国民党的人 然后决定要出走 这个是一个历史的哄刺 尤其今天主持人谈到这个题目的时候 那真是非常非常的哄刺 当时新党的出走只要的推手 新党的出走只要的推手 把新党推出去的就是 李登辉先生加宋楚瑜 就是当时李宋联手 所以人家说是反李势力的出走 确实是如此 是 然后最后宋楚瑜 又因为跟李登辉翻脸了 所以才有另外一段 是 那今天李宋又联手起来 这是有时候谈谈历史也蛮讽刺的 那国民党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对 我挤以下这个历史 您就可以知道 什么叫做黑金政治 以我当年选举的选期 国民党在蒋经国的时候 在提名的立法委员候选人 在台南市是清商总会的会长律师 台南县三个候选人都有大学教授的资格 台嘉一县的候选人是哈佛大学的博士 盈利县的候选人是律师检察官出身 这是当时国民党的症状 到了81年李登辉的时代 这三个县是出现了什么 一清专案的大哥 建立法案的时候还深悲两条命案的重贯县老大 还有小混混出身的黑金大教头 变成这三个 所以刚刚我前面所描述的 那个时代的提名的人 是这样子的 这个是这样的 另外出现的是三个有名的台湾大哥大大 在这样的情况下 被认为是一个黑金共同帝 黑金共同帝之外呢 我们又发现李登辉不对 李登辉整个地方是不对 他把国民党这个庙站住了 可是他把神主牌位已经搬走了 庙能不能叫做关公庙 里面是在拜曹操了 我记得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搬迁的时候 半夜搬迁了 什么都搬走了 唯一忘记搬走的就是中山先生的遗像 应该这一幕大家都还记得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真的实可忍 孰不可忍 国民党的改革 我们在内部在 在新党没有组成以前 组成的叫做新国民党连线 第一次提出国民党小心 不可以走上军权政治 用钱力换金钱 用金钱换钱力 我们说不行 你已经走上了黑金政治了 但是我们这样的警惕 得到的结果是打压 这个打压 而且还是很严重的打压 是用省级民粹打压 说你们一天的都外省 所以对于我这种本省级的 那更要想尽办法把你干掉压掉 因为把你李生锋干掉了 那注意证明都是外省党 所以当时我跟陈闺苗 可以说是李登辉的眼中钉 肉中刺 不会拔掉不可的情况 那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我们认为改革无望 可是国民党真是没有眼睛 当我们是觉得改革无望 他认为我们是前例没有到手 所以在新党要组成的前夕 还怎么样子 有秘密协商 还协商还来交条件 那时候国民党中常委是很大的 那才多人想当中常委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 数字的两席中常委要做交换 我们的决定是 再见黑金李登辉没兴趣 走吧 就这样子 所以新党就这样子出走 所以在1993年新党正式成立了 所以我们要来问一下 新党成立那时候 其实很多人还是想看 这一群人 你们这一群成立的人的笑话 很多人都说 这样一撮人 从国民党出走 能自己生存吗 结果你们用什么方式来印证 是的 新党在82年8月份 一成立的时候 就宣布 选台北现场 那就我去选台北现场 那大家都看 可能吗 那个时候我们选的 确实是蛮辛苦 那时候好多值一生 对 一方面国民党的内部里 尤其这些 荣民建村里面的这些 叔叔伯伯 他就 怎么可以背叛国民党 所以来说 你们这是叛徒 我们是叛徒 不过骂最大声的 以后就支持力量最大的一群人 骂叛徒 然后呢 本土的呢 就是李登国基搞出来的黑金事迹 就是说 你们这些是中共的代言人 所以我们当时是顶着中共的代言人 是 跟顶着国民党的叛徒 嗯 这样子的两个帽子啊 来参选 是 很感谢 那一次我们获得台北线 23万选民 对我们的支持 那代表是什么样的一个意义 呃 代表了整个社会里面呢 对国民党已经失去了信心 嗯 但是对民进党是不放心 是 这样的一股力量 国民党我们去正视 显然还是没有正视 在1994年啊 那台北市市长的选举 终于让国民党吃到了最大的苦果 所以说这场选举一定要谈 因为这对新党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战 那时候代表参选的是 知名人是赵绍康先生 对所以我们来谈一下回顾一下 1994年那场选举有多么的激烈 1994年的选举至今大家都还记忆犹识 对 那在那场选举里啊 新党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 只是比我情况好一点 因为已经结过一年多了 是 李登坤的真面目大家也看得多了 骂叛党的声音也小一点了 但是中共戴人的帽子啊 从来没有摘过 没有去掉过 一直到今天啊 是 现在变成是 亲民党来送我们一顶了这样子啊 OK 那无所谓啦 戴了20年了 再多戴几年 也引以为伦吧 好 那我们就拉拉回看 在那一场选举里啊 就慢慢的灵迹是一个气势了 这个气势什么 因为大家感觉到两件危机 但是那时候已经李宋联手在搞黑金 已经大到了一个力调的时候了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郝伯春在那个 在中中这个 我们杨明山的开会的时候啊 他被民进党的来施压 然后来逼迫 是 整个共产党没有人上去救耶 第二个 那时候民党刚起 刚解研 整个社会的出去乱成了一团 你还记得前民计程车那个时候啊 就在台北街头 好像是在打巷战一样啊 哪里不爽 就召集了所有的车子去围包啊 社会秩序在哪里啊 所以那个时候 新党的主张 就两个主张 恢复新秩序 我们要新的秩序 第二个 对就是对 错就是错 这一来以后啊 确实造成了声势了 邵光兄啊 这差一点蛮可惜 输给了这个陈水扁 是 或者台湾的历史啊 将会是重 真的会再重演 会再重醒 那新党也在那一次 险上了17席的台北市议 市议演 是 所以说其实新党从1994年啊 1993年应该算是有您的殿下的基础 从1994年 包括市议员的选举 包括赵绍刚出任 所谓的台北市长的这样一个 参选的一个气势 把新党可以说开始带上了高峰 所以我们来谈 再谈一下说 到底新党当时是以什么为主轴 吸引所谓选民的一个 愿意把票投给新党 我想第一个就是对李登辉黑金的透气 而且面对了国民党 越来越多的马屁精 不敢说李登辉不对 而且这个厚言无耻的贴过去啊 能捞的捞 能有捞官位的捞官位 捞钱财的捞 捞钱财的捞 那这个呢 社会的大家都看在眼里 国民党没有改革 而是越来越纯伦的 走上了跟中山先生不一样的 创立的中国国民党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才会讲嘛 庙在神职排位被搬走 庙还叫关公庙 里面拜的已经是潮潮了 事后证明我们没有说错话 事后证明李登辉 确实是终结了中国国民党 是 那个时候这一种疑虑 这一种呢 怕台湾整个政治走上黑金的疑虑 是 这种怕台湾社会失序的疑虑 这种整个的贪污腐败啊 几乎变成了政治的常规的疑虑 是 新党的新秩序就刚才我讲的 对就是对白就是不 对对错就是说 黑就是黑白就是白 这样的一个是能打动的 而且他们相信我们 我们这几位在立法委员的任内 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 干净 李登辉要修理我们修理不到 是 不包工程 不关收乱七八糟的事情 认真意识 搞得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所以社会相信 我们是疫情干净的人 是 我也在这里跟各位报告 作为一个政党 我们最引以为荣 新党成立了18年来 没有一个公职人员 被以贪污罪起诉够 是所以在1995年的时候 刚刚秘书长也说了 在1995年的时候 很多人被推进了立法院 那算是新党的全盛时期 不过新党在全盛之后 为什么又会走向所谓的小党 甚至视为的一个命运 我们稍后回来进一步讨论 走进台湾 带您关心台湾市 台湾政权大解密 我们今天跟大家谈的是 第一个从国民党出走的政党 新党的发展 新党其实在1995年的立法委员的选举里面 新党可以说是 算是建立了他第三大党的 这样子的一个地位 不过大家谈到新党 就会很怀念起 新党的一首歌 我们先来听听 秘书长听到这首歌应该相当有感触 这首歌应该就是代表了 新党的党歌的一个精神了 虽然没有界定为党歌 但是几乎大家把它当作是 新党的精神之歌 大概只要新党参与的人 应该人人都会唱的一首歌 所以我们要来谈到 你们全盛时期那时候 1995年选立委的那场选举里面 我们看到我们这边做了一个整理 提名席次有54席 而当选席次有21席 可以说奠定了第三大党这样一个地位 也奠定了分类的基础 那么等一下我来谈一下 这个当时21席 那我们就积极的要来发挥 那个少数的荡岗作用 是 真的不像现在清党的 什么他当时有两制 他就没有发挥 这个荡岗作用 要推动政改 那我们政改 我们当时新党就有一套理论 是 叫做垮分合 拉垮国民党 拉垮的国民党 分裂的国民党 最后才会再怎么样子 重新异火混合整合起来 垮分合 所以既然有这么一个决定的21席的力量 那就会拉垮你不可 拉垮李登威为首的这个黑金国民党 所以当时就跟民进党联手 是 新党和民党联手 那一次 非常特别 选立法院长 推市民都选立法院长 结果呢 差一票 这一票是谁的一票 你知道吗 是 陈水扁的亲信那一票 被搞走了 被搞走了 所以功败垂成 可是呢 这个是告诉国民党一个事情 新党是有力量 可以拉垮你 你要不要再改革 你现在不改革 没有新党拉垮 不久以后 也会有第二个人 第三个人把你给拉垮 果真到2000年 就真的被拉垮了 第二个呢 就是当时立法院要签建 这个签建里面 风风雨雨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绑装 很多这种黑金分辨的故事 是 那签建是好事啊 每个人都想啊 当时的院长刘松 也很认真的去游说每个人 就几乎在讲 在国民两党都已经 莫喜要同意的情况下 是 21期的新党啊 潜力充斥了 暴露丑闻了 是 最后硬把这个案子 就把他给打下来 所以呢 这21期曾经啊 发挥了相当大的一个作用 所以说您刚刚提到 这21期 确实在这个少数的关键里面 发挥了他关键性的角色 但是你也留了一个伏笔说 这21期也因为这样一个全胜时机 也造成后来的一个分裂 这又是怎么样一回事 因为潜力的取得太容易了 嗯嗯 那21期当中 有很多人是有博士学位 很漂亮就来了 那有很多人呢 是带枪投靠的 嗯嗯 所以就来了 所以他不晓得 从政之物 是一条是要辛苦的经营 是 而且要慈饮保态的拥有 嗯嗯 可是来得太容易了 嗯嗯 不到多久 每个人都骄傲起来了 是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几万票 有几万票的基石 嗯嗯 开始人人一把号啊 嗯嗯 各吹各得掉啊 就再开始东风吹战鼓雷啊 嗯嗯 谁也不怕谁啊 真是硬硬的妙小妖风大啊 嗯嗯 十钱完八兜啊 是 就这样就把自己慢慢慢慢的给拉垮了 嗯嗯 所以我们有一些比较实际上的一些故事 可以跟大家分享 权力如何使人腐化呢 嗯 这讲起来还要去谈谈自己的 旧同志的名字啊 嗯嗯 我师父有点不忍 嗯嗯 不过呢 我印象最深的倒是有一件 是 是带了公元2000年的 台湾啊 嫌疾领导人的前夕啊 是 新党啊 自己也去推了一个 候选人 嗯嗯 叫李瑶 是 推的莫名其妙啦 嗯嗯嗯嗯 把新党的2000万的监位发掉了 是 不收 然后呢 当时新党的主席啊 既然半夜投奔秦民党 嗯嗯嗯 那个对新党的伤害打击啊 是 莫此为甚 嗯嗯 欸 你在搞什么鬼 你们主席半夜也逃跑了 是 可是那时候大家很大的疑问 难道这个事情没有经过党内的一个协调 或是党内的共识 才会有这样一个决定出来吗 真正落跑 嗯嗯 新党差点就这样垮掉了 是 所以还好那个时候有两个人 第一个呢 零为受命的 就是谢启达 是 起来当了主席 把他给撑住了 嗯嗯嗯 谢启达他的感受一定会很深 是 因为先票案的时候他是替 宋淑儀讲话最认真的 嗯嗯嗯 可是把新党偷垮掉的也是如此 嗯嗯嗯 但谢启达去撑起来 是 当然 要讲更 更值得我尊敬的就是 义慕明义主席 嗯嗯 谢启达完的时候就交给义主席 是 意思就撑着 新党从零啊 几乎再回来 是 第一场最成功的选战啊 那就在台北市市医院的选戟 嗯 人家人越不可能的时候 新党就这样子 险上了五席又开始 所以说呢 郁慕明主席他说 新党是孤极的北极星 我们来听一段郁慕明的说法 我们是把自己定位在乱世中的北极星 那么这意思也就是说啦 虽然这个北极星高高挂在天空上 但是呢 它的方向是永远不变的 那么这样实在的卡了一个黄的齿轮呢 常常在一个小齿轮是扮演一个关键的 两个齿轮呢卡在一起是反方向 但加一个小齿轮呢就同方向 我们要谈到新党啊 从全盛1995全盛的时期 刚刚我们也提到 但是后来就像您所说的 得到权力之后 很多人的想法就不一样了 所以后来其实新党也有很多一些代表性的人物 包括现在的台北市长郝龙斌就是其中一位 但是最后大家还是抛弃了新党的旗帜 而又投靠了国民党 这是一个现实 而且他们回国民党有点不一样 刚才我讲是有人半夜逃跑的 是 也有自己开机制会落跑的 那个都不屑 是 可是有几位是当时新党结议送回去的 优秀的人才留在新党 他要选上台北市长激励不高 是 所以我们未够集材的情况下 我们开会结议就把他们送回了国民党 是 慧鸿泰 赖世宝 雷倩 这些非常优秀的 都是新党开会结议 是 然后把女儿嫁出去 他们都留着当新党的顾问 是 我想这一点是我们说 但是呢我特别要提一点 新党无论再怎么样的星星摔摔奇奇落落 刚才易主席讲新党是台湾政坛的北极星 那这一点我们可是非常的骄傲 第一个 作为堂堂正正中国人的政党 这个立场没有变过 是 我想这台湾已经很少人敢讲这种话 是 我们是从18年前讲到现在 第二个 反黑金 那反对台湾独立 追求民族的统一 这个立场啊 也从来没有变过 是 第三个 青年的政治 我们也从来没有 所以我们这个党 人家这样讲说 新党很小 但是很干净 是 但是我们呢也是要来考虑到 所谓的政治现实面 刚刚您所提到 因为很多政治现实面 所以像嫁女儿一样 把女儿又嫁到了国民党去 在这个情况下 新党继续生存的空间在哪里 是的 我想新党继续生存的空间 既然要当北极星 有时候是会很孤单 但是亮 光一定要永远的存在 所以 我们很简单 我们认为要把台湾一个 应该要花的声音 但是大家呢好像有畏计 政治的不正确 不敢花的声音 我们现在就决定要把它 大大敌敌的 敲楼打鼓的花出来 那就是台湾 为什么不可以谈 两岸民族统一的问题呢 所以 从今天开始 统一 会是新党 应作的 在台湾 诉求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是 所以说其实在这一次 2012的这个立委选举上面的 新党也没有要缺席 我们来看新党的决心 但是我们要继续的努力 所以我在不分区的名单里边 我们会非常慎重的去应应 国民党的提名名单 跟清明党的提名名单 我们这边上有一个很深入的问题 要再请教一下美书长 是 新党感觉没有错 他在大选里面是不会缺席的 在所谓的区域性的立委里面 他不会缺席 但是大家都还是有个疑问 就是说新党竟然已经是 承认是泛兰的一部分 那他跟国民党之间 是什么样的关系 是结盟关系 还是未来有机会 有可能回到国民党 目前大概不会回到国民党 那当然是一个结盟的关系 为什么 因为至少在追求两岸的和平 这一点是共同的 抗计台独 反对台独这一点 也是一个共同点 但有不同点 马先生是主张 不同不独不武 那我们的主张是要同 因为在台湾 这样统一是可做不可说 那台独呢 可以吹牛 可以说 但不可以做 就是大家的共识了 那我们在想 一个可以做的事 为什么不能说呢 怎么变成政治的不正确呢 大家都在做 不可以说 这个人格分裂的事啊 会对台湾的伤害 所以新党决定 把大家正在做的事啊 就敲起楼 撑起旗 我们就要让统一 是可以做 也可以说 因为统一 绝对影响台湾命运的 一个重大议题 国民党不谈 那就由新党来谈吧 所以新党觉得 现在自己的使命 就是要朝这个方向走 是的 而且会非常的明确 而且不畏激任何的 攻击跟戴帽子欢迎 所以说呢 无论呢 新党的发展如何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从新党的存在到现在 也代表台湾民主历史的 一个里程碑 走进台湾 谢谢你的收看 我们明天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